今天這一題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第一個 做出一個叫做亂數排序器 那亂數排序器裡面需要哪些功能呢 第一個 在程式執行後顯示什麼呢 請輸入預產生之亂數個數 好繞口 亂數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 最後呢就按inter就產生亂數 並顯示在畫面 然後呢 第三個是產生的N個亂數需由小到大排序 由小到大地增排序 他還好沒有考由大到小地增地減排序 然後最後的話就compile了 這個部分 那考試的時候是在那個Tesmo 就是那個DOS翻譯底下 不過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如果在這個 如果我今天要轉椅像這樣 亂數排序器 該怎麼做 那剛剛的部分呢 其實都已經講到了 你大概 大概你的 應該有一個 腦筋裡面應該有一個 大概的一個 一個程式 只是說你要怎麼組合出來 那這裡的話呢 要讓我們可以輸入的話 輸入介面部分 那這邊呢 是 理論它是指定 指定為那個scanner scanner 然後讓它可以輸入 scanner進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要產生幾個 我們要取得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產生亂數 考幾個亂數 那考幾個亂數呢 這邊有沒有提到幾位數呢 其實沒有提到幾位數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 可以自由決定說你要跑 比如說1到 那範例裡面是 是到999 所以你這邊可以決定 大概1到999 之間跑出 看幾位數 取得幾位數之後 再重新排序 排序之後呢 再輸出 那這個部分呢 該怎麼做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 那這是平分 總分15分 2分 8分 13分 好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一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